再来绘录一张图片之后,我们开启图层,选第一个Layer Center Objects 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一个Image 我们先用锁头锁定,这样我们的图就不会跑掉 然后我们再新增一个图层,叫做脸的图层 好,新增完毕之后,在这里就多一个脸图层 那我们选用工具就是,这边有一个绘制被织曲线的工具 点下去之后,我们来用到第二个 那从这边开始,然后呢,我们的脸蛋的部分就是在头发的中间这个部分 那如果太小的话,看不清楚,我们可以用Ctrl加滚轮键 放大缩小,然后目前为止是还蛮顺利的 我们就继续一小段一小段的加进去 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画一个圆圆的头 然后画完之后,记得接到这一个点的地方 好,就会形成一个圆形 那我们可以填一下颜色 直接点下面的色票 下面这里的色票去选择 比如说皮肤色 好,那OK 这是脸的部分,是OK的 然后呢,完毕了之后 在脸的部分先把它隐藏起来 接下来我们要画头发的部分 所以我们再新增一个图层叫做头发 好,新增完毕之后 我们在头发这边 然后开始点到这个位置 然后一样的 再选我们的 背肌曲线的那个 绘制工具 好,然后呢 就从想要的地方 开始 拉出头发 然后到这边 如果要转的话 可以到这边选择 选择这个 然后再往上 再往上 完毕之后再选这一个 螺旋的 好,我们就可以比较直 没关系 好像有点画错 但是等一下 还是可以调整的 好 一样的到我们这个 原来的点 好,完毕之后呢 一样的给它填上一个颜色 因为现在都在头发这边 填一个咖啡色头发 在这边就错了 错了没关系 我们用第二个这个 基点的编辑工具 好 看一下 这边好像多一个 或者是这边这个 产生一个圆形的 然后我们不想要这样的圆形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改成 这个尖角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选择用删除 剪掉一个节点 那就把我们的头发的部分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脸加下去的角色 嗯 还不错 那就是我们的头发跟脸的设计方式 再来我们继续 哦 完毕之后呢 我们来做一下五官 所以我们在这边再新增一个图层 叫做五官 好,五官新增完毕之后 那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哦 就是说 我们 设计好的 比如说头发 就锁定 然后这脸的部分也锁定 好 头发的部分 没有影响我们眼睛的设计哦 那至于脸的部分就影响到 所以我们把脸的部分 先隐藏起来 然后来到这边 Ctrl键按着 滚轮键往上 然后找一个眼睛 一组眼睛就可以了 一样的 我们在使用被指的绘制工具哦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 这个或者这个 都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沿着眼睛的周围 周围去画哦 好,到这边转的时候 它会稍微有点 圆圆的 没关系哦 后面还是可以调整 然后来到我们的 原来的点 好 原来点在这个位置的点 然后把它接起来 接起来 就会成为一个图形哦 然后这样这个眼睛就画好了哦 我们再把这个原始的脸的部分 先隐藏起来 我们再扩大一点哦 因为刚才的图形有点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哦 有看到啊 这两个点是没有交集在一起的 那我们用变质曲线 那这边两个选举起来 要把它交集起来 就是两个分开的点 变成一个点 也就是把它 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这边没有做到没关系 但是我们后面可以用这招来做 那眼睛这边如果想要剪一点 一样的 就是采取这个方式哦 去做处理 然后我们 在这边还可以调整 眼睛的 那个节点的部分哦 调整一下 然后调自己觉得比较顺的 哇 眼睛这样 好 再来就是再把 把那个 脸 下面的脸 做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加入眼睛了 然后我们 不用担心说眼睛太大 或者这样哦 没关系 然后加一个眼 就是比较快的方式 就是用这个圆形 去做个瞳孔 好 这样去对到 这样子 然后一般来说 不要留 眼睛不要留白的部分哦 会比较好看 然后把眼睛的部分 加下去 那眼白的部分 就是点到这个物件 去选 选眼白的部分 好 然后我们发现 其实有时候太 颜色太亮 但反而并不会很好看哦 那我们就再缩小了 然后再来 回到我们的选取工具 把这两个选取起来 好 所以这个眼睛 也不用太深的颜色哦 没有弄到 好 好 再做一次哦 点旁边再点这个眼睛 这眼睛太黑了 所以我们找一个没那么黑的眼睛 好 那就是 就不会那么奇怪哦 好 然后再继续把这两个选取起来 然后按右键 选择 选组 选组完之后 再按右键 有一个叫再字 再字就是说 在原地 复制一个 把它拉过来 可是眼睛是相反的 那我们到这边做一个 它的那个水平翻转的 好 翻转完 这次是眼睛哦 然后呢 我把所有画过的眼睛都把它 就是把底涂关掉哦 然后把其他的部分都打开来看看哦 好 这样就是眼睛的部分哦 然后眼睛的颜色也是可以再调整的 但是调整的时候 我们记得点两下进去哦 点两下进去 因为点两下进去就是 意思就是说把那个 它的群组解散掉 刚才的颜色太灰了 那么可以再选一个 这个就太灰了 选这个 看好 然后继续往下 就是鼻子咯 然后我们把这个都收起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 就是把其他 就是把物件收起来 直流涂层的意思 按下去就是涂层 那我们等一下要改那个 它的物件的部分就直接再点一下 然后在里面 就可以按照物件去改哦 好 先收起来 好我们再新增 一个图层 叫眼镜 好这个不一定要新增哦 像我带有带眼镜的才能做新增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做那个 有关于鼻子的部分哦 然后这是脸 脸把它收起来 然后把那个底图打开 那事实上哦 我们的鼻子的部分 不要把它画的太大 不要从这个边边画进来 然后我们个人的鼻子的大小 大概就是以鼻孔到鼻尖这边大小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如果平常你的视觉看起来应该是这样 但是你平常的过程当中 其实鼻子是比照片来的小一点哦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选择这样哦 慢慢的从这边做一个圆圆的 然后鼻子也不用太大 好点两下 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如果觉得鼻子太大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下说修改 让它小一点 然后鼻子的线条太细的话 我们可以在物件下面的 那个 填充与边框来做 好 在这边有 可以去找到线条哦 那线条太细了 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声音增 增加或减少 好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那个图层 做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说 把我们的嘴巴加进来 把嘴巴加进来的部分 就是一样 用我们的这个工具 做嘴巴哦 嘴巴 我的习惯就是 因为 这个是比较卡通化的 所以不用按照原来的嘴巴 那我就大概做一个圆弧状 好 那再把来到我们刚才第二个的部分 就是 另外一个 调整它的那个 调整我们的那个 边框哦 然后来做边框的 那个 鼻子的大小 但是首先我们要点到 点到物件哦 去把物件 然后加大家 好 然后我们再来回来看一下 回到图层的部分去做 把底涂整个 让它隐藏 把其他都交出来哦 然后看一下 有没有满足 有没有喜欢 啊 比如说假设 这个脸的部分 想要修正它的 颜色 好 我们就可以再把脸的颜色 再降低一点 或者色调上面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粉红色色调这样 好 找一个 肉色的 好 雷做一下 那头发的部分 也是一样可以做哦 就是 大家在自己 决定选择 这样子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 已经画好 那如果我们要做雷雕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把全部 旋举起来 好 然后记得要把锁定的都打开哦 锁定的都打开 然后全部选取起来 因为雷雕只需要 黑白嘛 那我们先把它做个白色 处理 好 那眼睛也不见了哦 全部都是白色的哦 那再去做调整 然后我们也可以分别哦 比如感触力回复 点到头发的部分 点白色 好 点黑色才对哦 这样子切起来 它的颜色就黑色 然后脸的部分做白色 好 基本上这个就是 还没还没好 眼睛还有这里 眼睛的部分 可以再做白色 因为如果有颜色的话 我在雷雕剂里面 它会马上把你 把你那个图做到就是 雕刻部分哦 那我们要纯白色才不会哦 那这快点两下 我刚才没有快点两下 所以整个眼睛就变成白色哦 那我们再来 眼睛如果不够明显的话 我们一样在我们的路径里面 去做 做边框哦 然后调整 调整眼睛的大小 比如说调到一点 好 然后换这边 那一样的到眼睛 好 好 这样就会 感觉是蛮还不错的哦 那基本上就是完成了 我的设计哦